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带您走进艺术家 畅聊艺术人生 感受艺术魅力 点亮星空 精彩无限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从体操学员到上海舞校 从民族舞转跳芭蕾舞 从红色娘子军到宜蒙颂 从四人帮当政出国演出 到回来已是天地更迭 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跳跃 又面对怎样的命运周旋 各位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英 对话艺术家我们今天继续进行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是一位舞蹈艺术家 同时也是教育家顾培培老师 顾培培老师是来自上海 在上海学习生活 之后又来到我们美国也从事了中国文化的传播的工作 顾老师你好 你好 小英 你好 非常高兴认识您 我在这里聊天 其实是这样说 跟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天 聊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顾老师从小呢 她是学习了 先学体操 体操 就是这个运动员 原来是准备向运动员发展的 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从运动员又成为了一位舞蹈者呢 我其实不是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我是区体操运动员 当时选拔到区体操队去 参加那个体操训练 所以我们是下午三点钟学校放学以后呢 就去那个体操房进行训练 从下午三点钟要训练到差不多七八点钟 然后剩下的时间赶紧吃饭要做功课 那这样的生活有了两年 然后有一天学校里面来了一位老师 他到每个班级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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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 然后他就把我叫起来 他说你要到校长办公室去一下 那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我就跑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呢 看到有很多人 其中有一个老师呢给我们扳腿 前面旁边后面考试 考试 他看看你的舞蹈演员要有软度嘛 那当时我前面旁边后面都可以因为我练体操的 有一个小插曲呢 是我没有第一在第一时间来考取 是因为他要我下后腰 那我穿的那个衬衫呢比较短 你一下后腰呢肚子会露出来 我们那个时代呢都比较保守 所以我下到一半就不肯下去了 那老师一看说 哦 腰那么硬 他说 说我腰很硬 算了吧 不要了 那我回去的时候呢 回到训练房的时候呢 我跟我们那个体操队的说起这个事情 我们的那个队长呢 他很喜欢舞蹈 他说我去试试看 我去试试看 那我说好啊 我陪你去 可是我到了那边呢 我说我不是来考试的 我是陪朋友来的 然后我朋友说 没关系啊 你假装是我妹妹 因为她需要证件 那我就进去了 进去去 反正到也到了嘛 就进去了 那个老师说 这个女孩子我认识 我见过 看出来了 她记性很好 然后我们就再重新开始 翻前 旁后 下腰 我一下腰 他就说 你这次腰怎么下去 然后我就这样子通过了服饰 好几次的服饰 就考取了舞蹈学校 上海舞蹈学校 那在分课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小插曲 我当时我们学会去体操队呢 参加全市的体操比赛 那我去参加比赛了 没有想到学校来了个通知说 要分明科或者是拔科 那跳明子舞的呢 是应该女孩子比较可爱 哦 跳芭蕾舞的是要非常好的脚背 你这样立脚尖呢才会好看 还有呢那个腿呢要很直 非常直 但她穿的都是短裙子嘛 所以她腿要非常直 然后那个膝盖骨呢要小一点 这个还有 然后你的腿的那个膝盖骨 然后你的腿你身材的比例呢 那个下面要比上身呢 要长一寸半 那个比例从这里量起 所以芭蕾舞相对的来说 对身材的要求比民族呢 更高一点 更严一些 更难一点 那我是参加比赛以后 再去补的 那老师一看我说 来了一个小女孩圆圆的脸 给你们名科吧 那我就到了民族课去报道了 是这样的情况 从那一个时候开始 就进入到学习中国民族舞的 这样一个过程了 这个民族舞学了多长时间 我们民族舞学了六年 民族舞呢 其实它包括了中国古典舞 然后各民族的舞蹈 古典舞呢 是我们的主科 我古典舞它的训练呢 是基本上是研习了 参考了芭蕾 芭蕾的手是这样的 我们古典舞的手 是像学金的那样 是兰花纸 所以是手指不同 可是呢 手的位置呢 是差不多 比如说我们是按掌 按掌 也是这样 芭蕾它就放在这里 对吧 然后我们的手是托掌 它的芭蕾手 就是这个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它有共同点 所以我们民族舞也要学技巧 就是这些技巧呢 现在看起来是 有的是从芭蕾里面吸取的 有的是从武术上面吸取的 是吗 是的 然后也有从金剧 因为我们每一个舞蹈演员 民族舞演员 他必须会翻跟斗 芭蕾舞不行 芭蕾舞 不翻跟斗 是不是它那个斜不行 这斜不斗 然后我们也要学金剧的身段 因为民族舞里面 它有很多的是眼神 然后它有很多的内心的东西 它要学金剧的身影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以它的内容包含很多 不光是跳一个民族舞 东北洋歌或者新疆舞 或者是西藏舞 不是这个 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 跟芭蕾舞虽然是不同 但是你要做好一个真正好的民族舞演员 他所具备的条件 就是说他所具备的方面是很多的 它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学习过程 这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这个民族舞和西洋芭蕾舞的不同 那顾老师我还有点疑虑 像这个有一些舞蹈演员 他们是经济演员 后来又改成民族舞蹈的演员 然后像郭老师年 后来又跳芭蕾舞了 这里故事的确还是挺多的 郭老师您觉得就是最大的不同 西洋芭蕾舞和咱们的民族舞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大的不一样是民族舞 它不穿脚尖 那个芭蕾舞 你从小要把脚尖从平地站着 要立起来 所有的重量都在这个脚尖上面 所以芭蕾舞演员很辛苦 她的脚呢 脚之家都不能见人 是喔 她那个脚之间前面是硬的 你脚穿进去就非常疼 那你穿进去的时候 还要不是光光就这么站着 你要转圈 那脚会磨损那个皮 就算包了纱布还有软的东西呢 你那个脚还是很疼 那对他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就全身的体重全部在足尖上 最重的是在她的大脚趾上 大脚趾它的力点是最大的 所以那个脚之家呢 常常会脱落 你脱落的时候会发炎 你穿进去的时候 不要说穿自己的布底的鞋 你穿布底鞋 你穿进去就已经很痛 然后你还要穿脚尖鞋 当时眼泪都是要出来了 这个不是说委屈 是真疼 是真的疼 真的疼 你吸一口气 你穿进去 强迫自己说 OK 我可以 可是是不可以 是疼 真的疼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从小就吃这个苦 学舞蹈 她在舞台上都是很漂亮 美美的 可是她在后面不光是汗水 她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是从小必须要学会的 你吃不起这份苦 你就不要学舞蹈了 就这份工作 真的是苦 顾老师打断一下 那民族舞在这方面 没有逐渐的痛苦 也有其他方面的 有民族舞的挑战 比如说新疆舞跟西藏舞 跟蒙古风格完全不同 新疆舞它是比较开放 它旋转非常非常快 然后它有眼神上面的不同 蒙古它很端庄 它用肩膀来说话 还用手和手臂来说话 西藏舞用踢踏 用两个脚来说话 西藏舞 叫踢踏舞 他们都有抒情的地方 但是它的风格不一样 你跳新疆舞的时候 你不能带上蒙古的风格 你跳西藏舞的时候 你不能带上新疆舞的风格 所以这是一个舞蹈演员 民族舞演员很大的挑战 我们老师会常常骂我 瞧你跳舞一道汤 一道汤就是说 什么都是一样的味 他有这个挑战 所以作为一个民族舞演员 你要跳什么 要像什么 你今天是跳新疆舞 你就要转换新疆舞的样子 你今天跳蒙古 你就要把蒙古舞的端庄做出来 你今天是做古典舞的 是专门生韵的 你要把身体手感觉要做出来 特别是眼神要做出来 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是很挑战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比较多 对 所以这个分类就比较多 是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和华语电视视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介绍的是 著名的舞蹈家 还有教育家 顾培培老师 他是在我们纽约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 一直从事舞蹈工作 那我们正在聊他的人生故事 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订阅